风吹雨晨花 时间追不上白马 你年少掌心的梦花 依然紧握着梦 提到郭静明 想必很多人都非常熟悉 郭静明当年有多火 90后有一句话是这么形容的 郭静明是90后一代人的青春 郭静明现在可以说 资产上亿名气很大 在上海静安有好几套别墅 家里装修得富丽堂皇的 连一块地毯都好几十万 一支笔都上万块 但在成名之前 其实挺心酸的 在他的自传里有一段写道 有一次他妈妈来上海看他 不会出地铁门 被地铁工作人员 用方言嘲笑相巴佬 他妈妈听不懂 还一直卑微地道歉 但是他听懂了 郭静明说 那时候呢 就暗暗发誓 他一定要赚很多钱 要成名 要立万 让所有看不起他的人低头 情愿世界有你有我 这里是螃蟹娱乐 一次说过不分离 要一直一直在一起 现在我想问问你 是否只是童言母亲 郭静明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 墨庆邹慧兰 是当地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 父亲郭建伟 在一家国有企业工作 爱出于懵懂时期的他 十分喜欢读书与讲故事 文字功夫也不断地增长 在学校里 启蒙老师陈泽宇 不断给予文学上的鼓励 小学二年级 他开始尝试着投稿 1995年 郭静明生日初中 就读于自贡市田家饼中学 由于阅读范围更加开阔 他开始广泛地阅读 名家的小说和短文 包括古龙 丁庸和梁宇生的 武侠小说 1997年初中二年级时 郭静明在全国公开刊物 《人生十六期》上 发表了他的处女诗作 孤独 收到了杂志设计来的 使用稿费和洋刊 从此 他除了自由写一些文章外 还参加一些 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 联盛中学校进的一声音乐 来到大城市上学以后 郭敬明才知道 原来的自己活成了一只井底之蛙 他自卑自己只有两双鞋穿 自卑自己的身高 他羡慕别人每天都能喝珍珠奶茶 而自己连吃一碗学校食堂的蒸蛋 都要精打细算 不过即使自身条件不如别人 郭敬明也有自己的自尊 唯一与别人不同的是 郭敬明总是顶着那一头金黄色的头发 来表达自己的高贵 2006年 庄宇声称郭敬明的梦落花落吃多少 抄袭了自己的圈里圈外 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最后法院判定 郭敬明赔偿终于20万元 并且要登报道歉 钱是赔偿了 但终于却迟迟没能等来道歉 自此抄袭事件 成为了郭敬明身上最大的黑点 只要为你终于是赔偿了 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 虽然无法带走 有心的沉默 直到灵魂尽头 你还请报 最后在2006年底 他不但创刊 发行了新的杂志 而且也成立了 自己的文化公司 此时的郭敬明 事实上还没有从上海大学 拿到正式的学位 而他倒是更加频繁地 出席各种活动 并且还时不时在网上 晒一晒自己的奢侈品 而这个被法院明确认定的抄袭犯 2007年的时候 还被西娜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一时之间 作协的做法 引来了外界很大的争议 而郭敬明则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 让自己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迅速报复 他在上海最繁华的中心地带 买豪宅 在豪宅的天台上拍写真 于是围绕在郭敬明身边的新闻 从抄袭到炫富 几乎清一色的都是负面的信息 郭敬明是有名的烂片王 他的作品被很多人捧击 著名导演张继中 直接说他的作品 庸俗致致 但坏年轻人 他推出的电影《绝技》的时候 豆瓣评分只有3.8 这让他在露言的时候 痛哭流涕 后来推出的作品 表现也都是差强人意 豆瓣评分很低 2004年 作家庄宇 以抄袭为名 把郭敬明和其所在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告上了法庭 直到后来 156位专业人员联名抵制他 连人民日报也加入其中 眼看着自己要被冠上 失得艺人的头衔 他才松口道歉 尽管是备受争议 郭敬明也在意志前行 希望他可以听取别人的意见 改善自己的作品 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 摆脱烂片网的称呼 只要为你终于来了 在我看不到光亮的时刻 所有无法带走 有心的沉默 直到灵魂尽头 你还请把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